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截截人口规划等方面的转变 回顾70年代 第一份研究报告出炉 当中提出了不少对香港影响深远的 运输规划建议 一起看看当年的报道 为使交通畅通方便 香港需要一项有效力的交通系统 使客运货运的需求 和供应尽可能得到均衡发展 但是由于人口增加 市民入息提高 和地方上的新发展 客运和货运日益频繁 因此设备和载客略 必须加强改善流动率 和提高服务水准 政府特别聘请专家 对香港交通为了一次整体研究 经过几年的工作 专家将收集到的资料 发表了香港整体交通研究报告书 协助政府制定香港15年的交通政策和计划 我们现在和大家介绍一下 这份报告书的内容 还有请各位听听 政府对于各行改善交通建议的意见 香港整体交通研究 是根据香港未来环境各种因素而设计 尽管目前香港人口增加 是没有几年前那么迅速 但是1973年时的420万居民 估计到1991年的时候 就会增加到590万 研究书第一个假设 1991年时大量的人口和就业人数 会在市区分散到新界各地区 尤其是在大埔吐露港增长会较大 第二个假设 同样假设市区人口和就业机会 会分散到新界各新市镇 而新界的西部就会有更大的增长 第三个假设 市区内人口和就业机会略有增加 而新界发展中心的增长就会较为缓慢 报告书的研究 同时假设在1973年至1991年间 香港每一个家庭成员人数会减少四分之一 而同一个时期 每户的实际收入会增加百分之六十二 以上几种的假设 都直接指出 1991年的人口流动 是会比1973年多的 这样会直接影响了交通的需求 要选择一个实际可行的计划 需要先制定一些原则来遵循的 第一 由现在至1991年 每年香港可以使在改善道路的款项 预算是三亿五千万 第二 货车对于本港的经济是很重要的 故此应该尽量避免限制货车的行走 第三 合乎实际情况之下 不应该限制市民使用交通工具 而要鼓励各人 承担效率更高的交通工具 但是因为各人的需求和环境不同 当然希望能够有各种不同的交通工具 让他们选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